周成读完大学,在城里找了份工作,在城里买了房子,现在又结婚成家,基本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家一趟,看看母亲。 母亲是个很命苦的人,嫁给父亲不到两年,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母亲一个人把周成抚养长大,所以周成每次回去看她都有些心怀愧疚,总是带一大堆吃的和补品去看她。 村里人每次见到,都会夸奖,周成你真孝顺啊,给你母亲带这么多东西,看来他可真是没白生你这个儿子。 周成每每听到,心里都会更加羞愧,毕竟如果他真的孝顺,他就应该把母亲接去城里住。 这次周成终于下定决心,要接母亲来城里住一段时间。 而母亲也高高兴兴地拎着两只土鸡来城里看望儿媳,可还没进家门,看着高楼大厦,他就嘖嘖称奇,天哪,这么高的楼,要是倒下来怎么办,岂不是会砸死很多人,颇有种流老老进大官员的样子。 周成给母亲解释,不会砸下来的,咱们家住的也是这样的。 开了家门,母亲一边称赞,一边走进去,谁知周成媳妇柳音直接冲了出来。 妈,你怎么能这样进来?鞋是脏的,得换。 周成一看,母亲已经在地板上踩出了几个黑乎乎的脚印。 母亲也很尴尬,赶紧换鞋。 周成直接把柳音拉到一边,我妈乡下来的,你不要对她太苛刻,况且这次她来还拎了两只土鸡专门来看你这个做儿媳的呢。 柳音不乐意地点点头,倒是也收敛了许多。 城里什么都好,周成以为母亲也会喜欢,可是才住了一个星期,母亲就嚷嚷着要走。 周成不明白,妈,城里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和我住了呢? 母亲摇摇头,城里再好,那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 妈,我是乡下人,和你们住不惯,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完,母亲塞给周成一个布包就走了。 母亲走后,周成打开布包,里面居然是一千元,皱巴巴的,不知道母亲攒了多久。 她既心痛又感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看见一向干净的家门口放着两个大垃圾袋, 有点奇怪,不过也没多管,周成进了屋子,准备去收拾母亲睡过的客房。 谁知,客房里已经被收拾得患然一新,床单被套全都被换过了,就连枕头拖鞋都换了新的。 周成觉得有些奇怪,谁换的,而且柳英也不在家里啊。 突然,她心里头闪过一丝念头,赶紧冲到门口,打开那两个大垃圾袋,顿时呆住了。 周成默默地把垃圾袋拎回家里放在一旁,点上一支烟,等柳英回家。 柳英进家,感觉气氛有些不对,问道,怎么了? 六,周成默默地吸了烟,说道,柳英,母亲走后,我看见了门口的两个垃圾袋,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离婚?柳英顿时惊了,周成居然要因为两个垃圾袋跟她怒提离婚,你就因为两袋垃圾,要和我离婚?柳英不敢置信,质问周成。 周成点点头,默默地把垃圾袋打开,让柳英看里面的东西。 凡是周成母亲用过的被套,枕头拖鞋牙刷,甚至她喝过的水杯,都被塞进了垃圾袋里。 柳英,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周成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妈是乡下来的,有的卫生习惯不太好, 但是总不至于睡过的床和被单有多脏,你居然把这些全都丢了,你到底有多嫌弃我妈? 柳英一脚把那些东西踢开,不丢留着干嘛,难道留着下次给你妈继续用吗? 你没看到自从你妈来了我们家,家里脏成什么样子吗? 柳英激动地数落着,她一进门就踩脏了地板,全是黑脚印, 身上的土和灰多地要命,坐在沙发上直接留下了印子。 床上就更不用说了,你妈根本没有睡前要洗漱的习惯, 我让她洗澡,她也不愿意,直接穿着脏衣服上床。 你看看床单都脏成什么样子了。 柳英拎出床单,上面当真有黑乎乎的印记。 一边说着,柳英就落下泪来,我给你和你妈做饭,你妈嫌不好吃,我捣了重做,她说我浪费,你也要说我不够孝敬,我知道我有时候是做得不太好,那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周成不说话了,闷头抽烟,她心里也知道,母亲的有些习惯改不了,有时候脾气也不好。 当初和柳英结婚,她家里是不同意的,毕竟周成一个穷小子,没房没车,家里没法帮衬。 而柳英家是城市人,怎么愿意让女儿嫁给周成,可是柳英认定了她。 母亲也要孝敬,老婆也要哄着,周成觉得头都大了。 她拿出一千元递给柳英,妈走的时候给了一千,你别生气了,刚刚我是一时气化。 柳英把一千元砸回去,你妈是拿给你的,不是给我的,你现在给了我,到时候又说你妈对,哦,我有多好我不愿意要这个钱。 她回房间拿出纸盒笔,你刚刚不是要离婚吗?那咱们就离婚吧。 周成呆呆看着柳英,她心里难受极了,他们难道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可是她不可能不再和母亲接触。 周成忍痛,写了协议,两人去民政办了离婚,柳英心善,虽然房子是她家出钱买的,她还是给了周成。 临走时,柳英哭着摇头,周成,或许你就不该来城里,和你妈住在乡下,就没这些事情了,这是周成,以及和周成一样出身的乡下人们面对的困境。 然而,他们又是如此希望融入城市的生活,同时也想让没见过世面的父母享受城里的新奇。 周成坐在家里,看着那两袋垃圾,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恨自己没法好好解决问题,到头来,终究无法两全,这一下什么都没了。 好了,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我爸拍我发家族群。 我爸把我穿吊带裙睡觉的照片发到家族群里,说,哪家孩子睡到十二点还不起床,房间不收拾,乱得跟猪窝一样。 我反手拍了他抽屉里的伟哥发群。 问,这药是什么的呀?我爸一直在吃,我好担心他。 我爸总喜欢不经我同意就拍我,再把拍的照片发到家族大群里。 我张大嘴巴吃饭的照片,被椅子绊倒摔到地上的照片,我被男友背叛哭到面目猙獰的照片。 他统统都会发到家族群里,点评,现在的小孩跟我们没得比,好吃懒做,动不动就哭,我们当父母的都不知道怎么管教才好。 我跟他讲道理,抗议了好多次,爸,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隐私,不要什么都拍,什么都发群,你这样真的让我很丢脸。 可是说了也没用,他仍旧我行我素。 你读书学会顶嘴了是吧?我是你爸。 你吃我的助我的,你就得听我的。 群里都是你的长辈,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教你怎么做人。 最后我只能愤而退群。 谁知今天我起床刚看手机,就看见我被拉回了家族大群里。 九九家消息,都是我表妹在刷表情报。 我很纳闷,表妹这是在干嘛? 我点开和她的私聊,她给我发了好几条, 姐,你快看群最顶上的消息。 在我拉你进来之前,一仗发了好几张了,你快让她撤回。 我把消息往上拉,最上方显示我爸发了几张照片。 我点开一看,顿时怒气上头。 这是我爸偷拍我在睡觉的照片。 我爸把整个房间都拍了进去, 最显眼的是床上正穿着吊带睡裙睡觉的我。 照片里,我睡裙的吊带滑落到肩上, 裙摆被卷到大腿中间, 我的胸部形状清晰可见。 更别提床旁边我的衣柜敞开着, 里面挂着的内衣内裤看得清清楚楚。 我咬着牙一张张往后翻。 许是怕别人看不见, 我爸还从不同角度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我所有的东西被拍得清清楚楚。 发完照片,我爸还说, 哪家孩子睡到十二点还不起床, 房间不收拾,乱得跟猪窝一样。 我再也忍不下去, 披上一件长外套, 怒气冲冲就冲了出去。 爸,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爸正悠哉喝着汤, 听见我的话, 放下勺子似笑非笑的嘲讽, 终于舍得起床了, 今天怎么不睡到一点才起。 我烦躁地去找他的手机, 什么话待会再说, 你现在给我撤回。 我爸惬意地拿起手机, 晚了,都过了三分钟了, 撤回不了了。 我烦躁地不行, 你到底是不是我爸呀? 为什么要拍我这种照片, 还发到裙上? 你以为丢的是我的脸吗? 其实人人都在笑你, 笑你教子无方, 笑你公开羞辱自己的家人, 笑你无能, 笑你把脸面拿出来, 让别人踩。 别人都是把自己家的坏事藏好, 好事才往外面说。 谁会像你一样, 天天跟个小丑一样, 献祭自己的女儿 天天给别人看笑话。 我爸一下子火了, 猛地站起来就是一顿吼, 我这么做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好。 要是你做得好, 我至于这么做吗? 你以为我愿意呀?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一早就起来给家人做早餐, 有考上公务员的, 进了事业单位的, 还有进了大公司的。 你呢? 一毕业就住家里, 公务员也考不上, 工作也不找, 天天睡到十二点一点, 房间也不收拾。 天天就知道玩手机看电视, 骂你几句就甩门进房间。 你以为你爸不要面子的呀, 我也有脸有皮, 但是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我发到群上, 就是想让你知廉耻, 有自尊心, 振作起来, 跟别人家的孩子学学。 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硬是逼了回去,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哭, 哭了就是弱者, 哭了就输了。 我笑了出来, 你天天说别人家的孩子好, 那你怎么不学学别人吧? 我们宿舍四个人, 除了我哥哥回去都进了事业单位, 那是他们家人安排进去的。 我堂姐去了腾讯, 那是我大伯一路培养花钱, 让她留学进修, 她才能一毕业就进大公司拿高薪。 我呢, 什么都没有, 全靠我自己。 你以为我不努力吗? 考公务员, 我刷了两万多道题, 一睁眼就是学。 可我就是没考上, 我能怎么办? 我都跟你说了, 我最近很累, 我先休息一个星期, 再去投简历找工作。 我什么打算都跟你说了, 为什么你就是不听, 不替我考虑, 不替我着想。 什么事你都不做, 你就非要用最极端的方式, 羞辱我, 践踏我的自尊。 我把你当我爸, 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女儿啊? 我爸更气了, 挥手打了我一巴掌, 你是觉得你爸没本事, 没法给你找关系, 送你出国留学是吧? 瞧不起你爸是吧? 行,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我才知道我女儿是这么贤贫爱妇。 好, 好, 你这么恨你爸, 你就滚出去住,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脸疼得厉害, 我放弃沟通, 捂着脸转身离开, 好, 我现在就走。 我早就想走了, 早在家里备考公务员, 天天被我爸嫌弃的时候, 就想搬走了。 只是, 我妈从厨房里冲了出来, 她双手像螃蟹一样, 把我钳住, 走什么走。 你爸也就在气头上, 话赶话, 你别往心里去, 家里有房子, 出去租房子, 像什么话。 我爸又吼了一声, 你给老子滚, 滚出老子的房子。 我对我妈说, 你听到了, 是她让我走的。 妈你就听爸的吧。 我妈急了, 不许走, 我们是一家人, 谁都不许走, 你要走, 就是要你妈去死。 又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 从小到大, 我妈都不许我离开她的视线, 初中我成绩可以上重点高中, 但因为那所高中要住宿, 我妈硬是让我报考了附近的普通高中。 那所学校师资差, 学习氛围不好, 但是她不强制住宿。 这一点, 就让她成为我妈心中的完美学校。 于是, 她直接找了老师, 替我报了这所学校。 我在里面度过了 被排挤被孤立的痛苦三年。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 我想报考外省的学校, 离我家越远越好。 我妈直接给我填了本地的大学, 也不给我改志愿的机会, 每天蹲在我旁边, 死死盯着我。 上大学, 她也不允许我出去旅游, 每个星期必须回家, 每个假期不许去打工找实习, 必须回家待着。 大学毕业后, 她带上我爸, 直接把我的行李搬回家, 不给我租房的机会。 不管是考公务员, 考事业单位, 找工作, 她都让我找本地的, 就算考上了外地, 也不许去。 我感觉, 我自己像是一只 从小被铁链锁着的小巷。 我妈是那条铁链, 就算小巷已经长大了, 她还是一如既往地, 紧紧地锁着小巷, 不让小巷离开半步。 但是这次, 我真的不想再妥协了。 我看向门上新装的门锁, 上面插着的钥匙, 很是讽刺。 我指了指钥匙, 妈, 你不是说钥匙都给我了吗? 那怎么我爸 还能拿到钥匙开门? 从小到大家里都不让我锁门, 有一次我和他们吵了一架, 直接锁了门, 我爸第二天就直接把门拆了。 他警告我, 你这么喜欢关门, 我把门拆了看你怎么关。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锁门想干什么。 从此, 我的房间就再也关不上。 直到我之前被考公务员时, 我妈一直进来打扰我, 我发火威胁要搬出去, 他们才同意装门, 让我锁门, 并且答应把钥匙都给我。 但现在看来, 相信他们的我才是天真。 我妈支支吾吾, 这不是怕你出事吗? 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办? 逍遥, 都是一家人, 我们是你爸妈, 不会害你的。 我点点头, 拔下了钥匙, 没有别的钥匙了吧。 我妈摇摇头, 好, 我再相信你一次。 我走进房间, 我妈跟了进来, 逍遥, 你千万别搬出去啊, 我回头就劝劝你爸, 让他别这么做。 我在椅子上坐下, 点了个外卖, 玩起了游戏, 放心吧, 我不走, 你出去吧。 我现在不想跟你们说话, 我妈这才放心下来。 我打着游戏, 心思却飘远了。 真是好笑, 我的名字叫逍遥, 我却一点也不逍遥。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了, 只是不想跟我妈起冲突, 等到半夜四点, 我拿点重要东西就离开。 我身上还有点偷偷存下来的积蓄, 换个城市找份工作, 随遇而安, 反正住哪里都好过住在这里。 演戏演到底, 晚饭我也叫的外卖。 这个举动可能气到了我爸, 他干脆叫了一群朋友到家吃饭喝酒。 我也不管, 把钥匙插进门里的锁孔后, 就早早躺下睡觉。 不知睡了多久, 我突然被一阵又猛又急的杂门声吵醒。 开门! 你给老子开门! 反了天了! 你还敢锁门? 谁给你的胆子锁门? 开门! 开门! 我想了想, 喊了一句, 爸, 我睡着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吗? 外面静默了下来, 我安下心来, 这才放心躺下。 谁知我刚躺下, 铁锤重重敲着门锁的声音响了起来,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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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嚷嚷着, 给你们看看, 平日里总是安静的夜晚, 铁锤砸锁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房间。 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爸, 你别砸了, 我害怕。 我想去把锁打开, 可锁早已被我爸砸变形, 怎么宁也开不了了。 我把灯全都打开, 害怕地逃到离门最远的地方, 紧紧捂住耳朵, 心跳声却和砸锁声一样, 越来越急促。 终于, 随着最后一声大锤砸下的声音, 锁被砸坏了, 掉到了地上。 紧接着, 门被我爸一脚狠狠踢开, 我爸高举着手机走了进来。 他脸红得可怕, 身上一股酒味, 嘴角咧到耳朵旁, 五官膨胀成一团, 嘿嘿嘿地凝笑着。 他扫视了一圈房间, 等看见躲到角落的我时, 眼睛立刻就亮了。 他把手机对准着我, 摇摇晃晃地朝我走了过来, 嘴上还大声嚷着, 给你们看看呢, 不孝女, 吃老子的, 住老子的房子, 睡觉了还敢锁门, 这是不把老子放在眼里。 他朝我扑了过来, 我跳着跑开了, 一边喊着, 爸, 你别这样。 我跑过他身边, 他伸手要来抓我, 我躲闪不及, 他的指甲从我手臂滑过, 滑出一道血痕。 我手臂吃痛, 条件反射地回手拍了一下他, 他眉毛立时竖了起来, 双眼睁得圆圆地怒视着我, 声音高亢, 反了天了, 还敢打老子。 他左看右看, 看到我放在桌上的衣架, 一个大白手就抄了起来, 看老子不打死你。 狗东西。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 当他的衣架朝我挥过来的时候, 我伸长胳膊狠狠推开他。 他晃了一下, 左脚踩空失利, 整个人倒在地上。 我顾不上被衣架抽到的伤口, 从柜子里拿出我收拾好的行李, 把柜子推倒在地上, 挡在门口, 起身就往外跑。 谁知刚跑到爸妈房间门口, 门从里面打开了, 我妈从里面走出来, 她一眼就看到我, 伸手把我抓住, 问, 逍遥,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她抓住我的那一刻, 我心猛跳, 开口便是求饶, 妈, 我受不了了, 爸深夜咋所骂我还打我, 求你了, 你让我走吧。 我妈浅浅皱了下眉, 你爸也就是耍耍酒疯,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他是你爸, 子不教父之过, 他这样是为了你好。 我什么都听不下了, 只想走, 妈, 我就出去一会, 等明天我爸酒醒了, 我就回来,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一定会回来的。 妈, 你信我, 你信我。 我妈择了一声, 手紧紧抓着我不放, 把我拖进他们的房间里, 关门上了锁, 这样行了吧, 你先跟我住一晚, 有什么事等明天你爸醒了再说。 他开了灯, 面孔却比刚才在半黑暗里更阴沉, 他眼睛发亮, 一直紧紧盯着我不放, 你好好待在家里, 有我在的一天, 你哪也不许去。 我哭了出来, 妈, 你让我走吧,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快窒息了, 我快死了。 我妈脸色变了, 她硬拉着我来到窗边, 打开窗, 她松开手, 整个人爬到窗上, 你要是赶走,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你害死了你妈。 好啊, 好啊, 那就一起死吧。 我扔掉行李, 打开窗, 也爬了上去, 头一横就要往下跳。 我妈慌了, 她紧紧抓着我的衣服不放, 也哭了出来,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就一定要逼死你妈妈, 我生你养你那么多年, 我养你养到这么大我容易吗? 为什么你就是不听话? 妈不用你养老, 也不用你赚钱, 妈就希望你待在家里, 平平安安的。 你听妈的吧, 妈不会害你的。 上一次我妈哭得这么伤心, 还是在我家宫去世的时候, 她跪在地上, 一直喊着我没有爸爸了, 哭个不停, 直到哭晕了过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我撇过头不去看她, 好, 我不出去了, 远处天空云彩染上了一层金光, 天亮了, 等隔壁没了动静, 我才赶走回我的房间。 我爸已经睡了, 像一滩红红黑黑的肉一样, 躺在地上, 手机掉落在一边。 我捡了起来, 上面显示正在直播, 观看人数是零, 之前的弹幕倒是不少。 好, 这就对了, 我们当爹的, 就得有威严, 不然这些孩子都反了天了。 这是在播什么? 这妹子惊恐表情不像眼的, 手机爹这是给我推了什么好东西。 直播看片, 指日可待。 上面的有没有这种资源, 分享分享给兄弟。 我看中这个妹子了, 其他的你们分。 来晚了, 那我要这个丝袜吧。 哥们注意尺度, 别搞到账号被封了, 那我还看什么。 这弹幕看得我想吐, 最后忍不住干呕了出来。 我爸知道自己的行为招来了什么吗? 忍着恶心, 我把这些截了下来, 退出直播。 我又翻了翻聊天记录, 置顶的是一个幸福大家族的群。 我点进去, 从昨晚开始看起。 熊哥爱钓鱼发了一个视频, 如果父母不教育孩子, 那社会就会代替父母教育孩子, 别让你的孩子被社会狠狠教育。 我爸父贺, 发了语音, 孩子大了, 翅膀硬了, 不好管了。 今天说了他几句, 还敢不吃饭, 锁门。 过了一会, 他又发了一张图片, 是一个铁锤。 他说, 叛逆期到了, 整天顶嘴, 还不孝顺父母, 今晚得让他知道这个家是谁在做主。 接着他又发了直播链接, 让大伙见笑了, 看我怎么管教他。 原来他昨晚做的那些, 是为了管教我呀。 我把这些言论截了下来, 统统发到我的手机里。 我要为我爸爸送上一份大礼, 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管教。 我不想抬我爸, 就让他继续躺在地上, 我拿了手机就去了客厅。 我在网上下单买东西的时候, 房间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外面的人怎么能乱说呢? 这是, 怎么传的到处都是, 我还怎么出门呢? 我疑惑地向外走去, 爸爸还穿着昨晚宿醉的衣服, 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给谁打电话, 怒气冲冲。 怎么了? 我退出购物软件, 打开某信, 表妹是八卦通, 有什么八卦新闻问她准知道。 只是我还没问, 就看她已经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我点开一看, 是个视频, 是我爸昨晚直播的录屏, 已经有一千个点赞了。 视频里, 我在镜头底下逃跑推丧, 很是狼狈。 幸运的是, 视频给我的脸打了马赛克。 不幸的是, 视频最后把我爸在网上发的自拍和账号放了上去。 我看的时候, 点赞量, 评论量一直蹭蹭地涨, 直逼同城热门。 我很奇怪, 这种视频为什么也能上热门? 低头一看标题, 顿时明雾。 标题取得很劲爆, 将是鬼妇每晚砸门抢破女儿, 妇女不伦, 堪称禽兽。 因为过于荒诞,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爸崩溃了, 电话接了一个又一个, 对着话筒一通大吼大叫。 一个平日里最好面子的人, 因为一个断章取义, 恶意抹黑的下三烂视频, 被亲朋好友视为变态, 他怎么会受得了这些? 我妈也不敢去惹他, 愁眉苦脸地跑过来问我, 摇摇啊,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要是传出去, 以后还怎么出门见人呢? 这是牵扯到我, 反正我爸的笑话也看够了, 该解决还是得解决。 我想了想, 说, 这样吧。 我先去联系律师, 让那个人下架视频, 并且发视频道歉澄清, 不然就他造黄窑这点, 就能让他进去蹲。 我妈像找到了救星一样, 激动, 好好好, 我这就去跟你爸说。 我补充道, 等我找了律师, 我再让爸拍个视频澄清一下吧。 到时候, 文案我来写, 把照着读就好了, 那就太好了。 我动作很快, 一天之内, 那个人便下架了视频, 也发了视频道歉。 我写好了文案, 让爸爸跟着念。 我爸百般不乐意, 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家族群已经刷屏了, 再不澄清, 连老家的亲戚都要插一脚来问了。 他只能不情不愿地照着我写的念。 大家好, 我是花开富贵。 关于网上传的那个视频, 那完全是假的, 造谣的。 造谣的人已经道歉了, 这是他的道歉信。 如果后续还有人跟他一样造谣, 乱捡乱配字, 我会请律师告到你倾家荡产, 进去蹲。 最后, 我要跟我女儿道歉。 对不起, 爸爸不该喝醉酒就闹事, 还没经过你同意就直播, 偷拍你。 爸爸知道错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误, 要尊重自己的孩子, 尊重他们的隐私, 以我为戒。 我很开心。 哪怕他非常不情愿, 我也等到了他的一句 对不起。 虽然只是短短的三个字, 但是我好像就是为了等到这三个字, 才选择活到今天的。 空中一行飞鸟飞过。 这时候, 真适合喝一点酒啊。 我爸在家族群和朋友圈发了一遍澄清视频之后, 大家讨论了几句也就散了。 只是我爸自从上次发了声明视频之后, 他似乎迷上了某音, 除了喝酒, 就是在摆弄手机。 这样更好, 他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我也能好好布置我送给他的大礼。 一天晚上, 大学班级群友人突然聊起要聚餐, 又有几个人冒出来附和。 我不想去, 正打算关掉群聊假装没看到的时候。 我在班里最讨厌的总是打着开玩笑的旗号 不尊重人的同学王姬突然发了个表情包。 是我的丑照, 上面辟了字, 好啊, 去啊。 接着他又发了好几张, 全都是我被偷拍的丑照, 他在上面辟上了文字。 我立马就怒了, 你有病吧? 偷拍我还辟表情包? 你马上给我撤回删掉, 不然我现在就去你家, 把你头拧下来。 他又发了一张表情包, 是我哭到崩溃的图片, 配字, 我吓哭了。 气死我了, 这个贱男人, 等等, 这个照片怎么这么眼熟, 不就是我爸偷拍我失恋哭的那张吗? 它怎么会有?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某音, 有一个推送给你可能认识的人的机制, 不会是我爸发了某音吧? 我在群里骂了一句, 两厘米的男人是这样的, 总是想用下贱的手段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不然谁想听一个太监说话。 骂完吹哭之后就退出某信, 打开我爸的某音。 我点进他的账号一看, 置顶的视频是他那条对我的道歉视频, 有一千五百六十八个点赞, 评论也不少。 好, 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 做错了事, 大大方方道歉就是。 我爸也做过这样的事, 比视频里更过分, 他还拿书砸我的头, 伤我大嘴巴子, 骂我是出去卖的。 但是我没等来他的道歉。 我跑了, 再也不回去了。 父母之爱子, 为之则寄身。 当父母的, 真是不容易。 看起来, 他因为这个视频长了不少粉丝。 我滑到下个视频, 顿时火冒三丈。 这条视频全是他之前拍我的那些 丑到见不得人的照片。 我又往下滑, 好几个视频都是那些偷拍的视频。 之前我发过火, 明明叫他删了的, 他嘴上说好好好, 原来没删。 我点开评论, 滑拉到其中一条视频的评论时,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王姬, 快来看丑八怪, 哈哈哈哈哈哈, 爱特召见? 爱特超哥事业? 爱特我是你的何老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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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班里最为索油腻的一群贱男人。 我看了下分享量, 三百个分享。 这么高的分享数, 到底有多少认识的人在背后偷偷分享, 又在偷偷笑我? 一想到那些人分享到我不知道的群上 几个人对着我的照片又朝又点评 我就崩溃到想砸东西 我冲进我爸的房间 他正敲着脚躺在床上刷视频 我一把抢过手机 冲回自己的房间 关门上锁 再躲进厕所 我点进抖音 把他发的关于我的视频全删了 又点开相册 把有我脸的照片统统删掉 为了确保他没有隐藏的照片视频 我把手机翻了个遍 把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 等弄完这一切 我仍觉得不解气 把手机放在洗手台上 拿起一旁的螺丝刀 就往他镜头捅去 把他的镜头统统碎 做完这一切 我才走了出去 我爸正在焦急着拍门 我开了门冷冷地把手机扔回给他 他一拿到手机 立刻就生气了 你发什么疯 你弄坏我手机干什么 我不示弱 回瞪他 以后你不许偷拍我 不许把我的照片视频 发给任何人 发到任何地方 要是你在拍我 你买一部 我砸一部 他发火了 手掌朝我的脸上挥过来 我看你是吃了狗胆了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后退一步 避开了 反正你可以试试 看我还敢不敢 我爸更生气了 嘴上骂起了脏话 朝我一步步逼近 我操你大业祖宗的 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跟你姓 我被逼到后退 热血上头 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抓起桌上的美工刀 推出刀片 就往他身上捅 行啊 那我就杀了你 再去自首 我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也不想 哭喊着就往前捅去 捅不到就胡乱挥舞着 我心中有一团火 正在熊熊燃烧着 不活了 不活了 结束吧 一切都结束吧 要死就一起死吧 再这么活下去 我不疯也要死了 直到我手背钳住 刀背打掉 我才回过神来 我爸手臂 被我划了一道口子 血流了出来 他满头是汗 对着门口大喊 快点过来抓住他呀 你女儿疯了 我没疯 我很清醒 我只是退无可退 被逼到这个地步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再待下去 我真的要崩溃了 要死了 我妈不知什么时候 买菜回来了 她扔掉菜冲过来 逍遥 你疯了吗 你想对你爸干什么 我爸抓着我不放 你还跟他说什么话 打电话给精神病院了 不行 我不能进去 我曾经有个同学 因为青春期顶撞了他爸爸几句 就被送进去了 出来之后人都傻了 呆呆愣愣的 那个地方 只要家长说你有病 即使你没病 你也出不来 我不能被他送进去 我要跑 我要逃 我要离开这里 一想到这 我头朝前顶 蓄力往上跳 狠狠朝他下巴撞去 他发出一声惨叫 显然痛得厉害 手不由自主松开我 我重获自由 一把推开我妈 冲回房间 把手机和重要物品带上 从抽屉下方 拿出之前藏好的钥匙 跑出房间后 看也不看他们 静止冲向他们的房间 我跑到衣柜面前 用钥匙打开衣柜里的抽屉 拿出我的包 起身就往外面跑 上次逃跑失败后 我妈以安心为理由 收走了我的包 藏了起来 但是跟她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我很了解她 我知道她会把重要东西 都锁在这个抽屉里 而我早已偷了她的钥匙 拿去打了一把新钥匙 我妈追了进来 她试图拦截我 但我左躲右闪 还是跑到了门口 剑拦不住我 她起身又往窗台上爬 逍遥 你要是赶走 我就跳下去死给你看 我站住不动了 转过身去看她 她面露喜色 就要爬下来 我笑了笑 如果跳楼能让你开心的话 那你就跳吧 我妈慌了 人缩回去又往上爬了一下 你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我告诉你 我真的会跳的 我点点头 那你跳吧 如果这是你想做的 我不会阻止你的 我妈挖的一下哭出来 逍遥 你不爱妈妈了吗 你忍心看着妈妈去死吗 妈妈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妈妈呀 我单手插口袋 一手提包 我也爱你呀 但是我尊重你 你想做的事 我会全力支持你去做的 你想死的话 那就去死好了 我不再理她 转身离开了房间 那一刻 我承认 我妈真让我作偶 所有用自己的死 强迫别人的人 都是最自私自利的人 以自己的死 来要挟别人 这样的行为 既不尊重自己的生命 也不尊重别人 或许她爱我 但我不稀罕这样的爱 我要的是尊重 平等 自由 如果爱是那样的 那我就不要了 我跑出家 跑出小区 在路边拦了一辆车 去车站 我在车上刷着手机 也没有等到 我妈的死讯 看来她不打算死了 我逃到了另一个城市 租了一间房子 完完全全 只有我一个人的房子 房子物品齐全 我只要再添一点东西 就好了 我正在买东西的时候 表妹给我来了电话 姐 你去哪里了 大姨和姨丈 一直在找你 姨丈还发抖音找你 说再找不到你就 报警找你了 太好了 终于等到了 我爸发抖音的这天了 那天跑出去之后 我没退亲戚群 也没删任何人 只是他们给我发的任何消息 我都没回 除了买东西 每天就是看我爸 在群里上蹿下跳 骂我骂天骂地 我真诚道谢 谢谢你 还在群里帮我说话 你别急 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我挂断电话 点开某音 打开我爸的账号 他发了一条视频 他先是展示了 被我割伤的手臂 用面容憔悴地 拿着照片对着镜头说 女儿 你在哪 你回来吧 你伤了爸爸 也没事 爸爸会原谅你的 如果有好心人 看到我女儿 麻烦联系我 我女儿她疯了 会砍人 我要送她去医院 谢谢好心人 我顺手评论 爸 到底谁疯了 一大群评论 顿时涌了进来 原来你就是那个不孝女 父母把你养这么大 你竟敢对你爸动手 她就是个疯子 快把她抓起来 免得伤及无辜 你伤害父母 你还是人嘛 简直猪狗不如 过了一会 我爸也上线了 他回复 你在哪 快回家吧 你妈想你想的都病了 她的回复一出 底下骂我的人更多了 是时候了 我悠哉悠哉 上传了一条视频 在等待途中 我切到某信 往家族群里 发了一张照片 那是我之前拍的 是他抽屉里 一盒和伟哥 我问 这要制什么的呀 我爸一直在吃 我好担心他 不等别人回复 我又上传了几个视频 我问 我爸说的是什么呀 你们能听懂吗 这下群就热闹了 只是我爸这个男主角 还没出现 还没好戏看 我又切回某音 视频已经发送了 原本义愤填膺 赶来骂我的众人 已经变了态度 你也太不容易了 哎 小姑娘做得对 还是逃出去的好 你爸真不是人 你爸什么狗东西 我爸很生气 他怒平 你发这些出来干什么 你想让你爸丢人吗 我慢条思理地说 你以为我不要面子的呀 我也有脸有皮 但是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我发到网上 就是想让你知廉耻 懂礼貌 跟别的家长学学 懂 那个视频很简单 都是我爸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 我自己配音旁白补充而已 这是我的爸爸 这就是声称 爱女儿在找女儿的爸爸 这是他在五十人的家族群里 发的偷拍我的照片 任我被人议论 为了隐私需要 照片我打码了 这是他喝醉酒后 在群里聊了几句 就决定用锤子 在半夜砸烂我的门 拿着手机直播我 当时直播底下 还有这么多恶心的评论 他看到了也不关掉 让我被人羞辱 这是我的房间 在考公务员之前 我的房间是没有门的 他们不让 他们要确保我时时刻刻 待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这是我的伤 是我爸喝醉酒后打的 不止一次 脖子上这道伤痕 是我爸喝醉酒后 用电线勒的 就因为当时我在写作业 不想帮他去买烟 他顺手就拿电线勒我的脖子 那一次我差点就被勒死了 这是我的猫 他叫欢欢 是我从路边捡的小流浪猫 他陪了我三个月 直到那一天 我爸喝醉酒还要去抱猫 猫咬了他 他就拿出皮带 活活把他打死了 打死了之后 他把尸体从楼下扔下去 还不许我去捡 我很后悔 我只划了我爸一刀 我应该划他更多刀 以回报他对我的管教之恩 要是你们觉得我爸做得对 那么我希望你们不要生小孩 做你们的小孩 太痛苦了 许是正义群众太多 看了视频倒戈 反过来骂我爸的人太多 他一直在评论里和人对骂 我是他爸 他做错了事 我还不能管教他了 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 我养他这么多年 我就打了他几次 他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他就是个白眼狼 你有种 你别打你女儿 在这里装什么好人 早知道他现在会变坏 我恨不得那时候勒死他 哪有这样做人女儿的 父母打孩子 天经地义 不打不成才 我就是打少了 他现在才变坏了 还敢说他爸的不是 后来喷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也不敢回了 连自己的视频也都删了 设置了私密账号 不让人评论 我一想到他现在气得满脸通红 却又怕被更多人骂的样子 就好笑 我想象了一下 这才打开监控软件 看着他果然如我所想一样 一直在摔东西 无能狂怒 这简直比世界上最搞笑的喜剧电影 还要好笑 我笑得捧腹 直到笑够了 我才打开麦克风 心情很愉快地打了声招呼 嗨 爸爸 他吓了一跳 谁 是谁 鬼 有鬼 我笑得更欢了 我不是鬼 我是你女儿呢 他醒悟过来 你 你在家里装了监控 你想干嘛 他到处翻找 想找出我把监控藏在哪里 我一点也不着急 慢慢引导他 在你的左手边呢 你看过来 等他终于按我的指示 走到我面前时 我才提醒他 比起这个 你不如先打开手机 看看我用监控给你送了什么礼物 他凑得很近 我足以看清他的脸 我看见他脸色慌张 又害怕地打开手机 点开某信 他越看脸色越苍白 最后大叫一声 把手机抛开 你 你竟敢这样做 我跟你拼了 我哈哈大笑 无比畅快 爸爸 话都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 我可什么都没有做哦 我爸很喜欢喝酒 一喝醉就喜欢造谣 对别人说三道四 特别是说 我家的亲戚的坏话 比我们家穷的他 就贬低人家 一看就是个穷鬼命 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跟他做亲戚真是晦气 把晦气都传染过来了 依呀 呸 比我们家有钱的他 就造谣人家 这么有钱 肯定是去卖的了 卖这个来钱快 两腿一张 钱就到手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小白脸 后来被富婆玩坏了 就去卖后面了 他表面一套 背面龌龊 表面装着很大方 不拘小节 到处跟人拉关系 交了一群狐朋狗友 恨不得人人夸他好 自己没什么拿出手了 又拿女儿出来 用女儿的隐私做话题 好找到存在感 好让别人和他说上几句 那我就帮他一把 我在网上买了监控 偷偷在家里装了 他三天两头 就要带人回家喝酒 我很快就录到 我想要的 他不是拿我当话题吗 那我就让他的尾哥 成为话题 相信我那群知道了 他是什么人的亲戚 会帮他好好传扬传扬的 我爸终于找到了监控 他拿了起来 监控视线翻转 他应该是想摔了他 我说了最后一句 爸 我手上还有你骂你那群兄弟的视频 你要是敢再找我 我就把它都发出去 你大可以试试 众叛亲离 被朋友背弃的滋味 我爸怒吼一声 狠狠摔了监控 画面没了 屏幕黑了 映出我笑得扭曲的脸 哈哈哈哈 这可真是太爽了 我刚想躺下 信息又传来了 是我妈 她知道她打电话给我 我不会接的 只发了消息 摇摇 回家吧 家没有你不行 我甩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名片过去 我妈 这是什么意思 妈没病 我说 你有 你有极强的控制欲和掌控欲 你生了一个女儿 你不把她当人 你当她是提线木偶 你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傀儡 我公务员面试那天 你其实根本没病 你就是不想让我考上 才一直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去 不然你大可以让爸爸送你去医院 爸爸当时明明就在家 和你们待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让我感到无比窒息 我只想做一个人 可如果我一直和你们待在一起 我永远也无法成为心中的自己 我和你们这辈子亲缘已尽 往后余生 各自保重 就当我死在外面了 拜拜 说完 我拉黑了她 把爸爸也拉黑了 除了表妹外的所有亲戚都拉黑了 家族群也退了 在退出聊天群之后 大学好友给我发来了消息 哎 你知道吗 王姬公事期间被人举报 落榜了 这真是天降正义 善恶皆有报 我微微一笑 是我举报的 我还收集群上的聊天记录 准备告她了 好友 啊 好 做得对 千万不能让这种不尊重女性的渣子 进入服务人民的队伍 我挑眉 我倒没这么伟大 我主要是 记仇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她哈哈一笑 你真是好样的 我和她说得起劲 突然感觉怀里一沉 小猫跑到我怀里来了 我一边摸着她 一边聊天 挂断电话后 又抱起她 给她顺毛 她是我在救助站领养的 是只小菊 跟我的欢欢是一个品种 睡得多吃得多 脾气又温顺 我抱起她亲了亲 我的小宝贝 睡吧 妈妈不吵你了 我曾经有一个家 家里有让我喘不过气的家人 我选择不了家人 但我可以选择离开那里 我逃出家的那一天 我拿着一把美工刀 划伤了爸爸 那把美工刀 我曾经拿着它 放在我的手腕上 打算划下去 可那一刻 我突然萌生起了求生的欲望 我忽然意识到 该死的不是我 而是另有其人 于是我收起了美工刀 不再试图用它来伤害自己 而是选择用它来保护自己 对抗别人 我拿回了对生活的主动权 我选择了真正爱着我 我也爱着它的家人 我的小猫 咪咪 妈妈永远爱你 喵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去战友家收卖 顺手帮他邻居家妹妹的忙 不料却收获了爱情 上完高中之后 我就去当了兵 在部队里认识了我的老乡 也是我最好的战友江河 我们是属于一个镇的 村与村之间距离不算太远 因为性格比较相似 所以也就玩得很好 退伍之后 我们战友之间分的天南海北的都有 但是我和江河 互动最为频繁 每年年底的时候 都会碰面 退伍之后 大家各自一方 有人进了事业单位 有人回家紫城副业 而我家里给买了一辆大的三轮车 让我在村里做生意 那年卖忙的时候 我知道江河家比较困难 就开着车去上他家 帮忙拉庄稼 也顺手帮了他邻居家妹妹的忙 谁知道过了几天之后 江河就来我们家说亲了 而说亲的对象 就是那天的那个妹妹 当兵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当年我高中之后 没有考上大学 便去当兵 在部队里 就认识了我的老乡江河 江河人很黑 壮壮的 但是不怎么爱说话 可是由于我们两个是老乡 同属一个镇 所以说也就能够聊得来 尤其是在新兵阶段 我们相互帮衬着 别看江河壮 但身体素质不是特别的好 他好像是水土不服 而且一直说胸口好像有一团火 一直在往外面冒 所以新兵的时候 我总是陪着他去上医院做检查 拿药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因为水土不服 他经常呕吐或者是拉肚子 导致好几次比赛都拖了大家的后腿 但后来我就陪着他一起训练 一起加强 慢慢的他也终于跟上了大家的步伐 在部队里回家探亲的频率 大家都不是那么多 我有一次回家探亲 江河就拉住了我 支支吾吾地给我说 回家能不能帮他看一下家里人 后来我才知道他母亲身体不好 父亲也是常年务农 他的意思是说 家里面的地比较多 如果说家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问我能不能帮忙干点之类的 他说得很含蓄 我满口答应了 因为我们家离他家不是特别远 而且我兄弟也比较多 如果真是庄稼地里面有事 我喊上几个人过去帮忙也就是了 每次从家回来后 我都会给江河带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他父母让我带的 江河看着这些东西 一边吃一边哭 不过三年之后 我们也都退伍了 江河表现挺好的 最后转业的时候 去了县里工作 而我不喜欢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 于是就在家里面的安排下 买了一辆大型三轮车 开始做起走街串巷的生意 冬天的时候卖煤球 夏天的时候卖西瓜 总之车上拉着东西走街串巷的卖 而且这个车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农忙的时候 可以拉很多庄稼 不再像那种驾车子一次只能拉一点 而且还费时费力 可谁能知道 因为这个车 我也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小凤 江河家里面的地比较多 但是他下面只有一个妹妹 而且他母亲身体不好 所以说每到农忙的时候 他们家都挺困难的 而自从我们家有了三轮车之后 我在干完自家的活 就开着车去上江河家帮忙了 毕竟我们是老乡 也是战友 他们家情况比较特殊 我过去帮忙也是应该的 帮着割麦子 帮着拉庄稼 以前割完的麦子都会拉到一个厂里 然后再用一个十吨 在上面来回的碾压 才能够把麦子碾压出来 不过这样费时费力 自从我开了车之后一次都能拉很多庄稼 再把所有的麦子拉到厂里 我会喊上很多人到我的车上坐着 就这样 在麦厂里一圈一圈地开着车 很快就把麦子给压了出来 江河的很多邻居看到之后都羡慕得不行 还说什么时候能够买上这样的车 以后干活再也不累了 从大路上下来一直往里走 走到最里面 那才是江河家的地 所以说 每次从庄稼地里面拉麦子 都要从最里面往外面走 还要经过一个小弧度的上坡 才能到大路上 那次我开着车慢慢地走着 却停了下来 因为就在我前面 有一个人拉着驾车 在艰难的上坡 江河看到之后 连忙把我喊了下来 过去帮忙推车子 等我们几个人 合力把车子推上去之后 那人便转过身来说了声谢谢 我一看 竟然是一个女孩 年龄和我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 江河就说 小凤 家里面还有多少地呀 要不要我们帮忙 这个女孩就笑了笑 说自己能干完 然后就拉着驾车 往麦长里走了 在路上的时候 我也知道了 大概是什么情况 这个小凤 是江河斜对面的邻居 两个人年龄差不多 所以江河一直把她 当亲妹妹看待 江河跟我说 小凤家里面的情况比较特殊 她父亲走得早 母亲一个人拉着她们姐妹三个长大 家里面的所有活都是她们几个人在干 尤其是小凤的母亲 年龄比较大了 身体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 一到农忙的时候 都是小凤姐妹三个在努力地干活 她们家大概是有六母弟 每到干活的时候 总是起早贪黑的 毕竟收麦子的时候 农村人讲究一个抢收 怕的就是天忽然间下雨 如果说下雨的话 地里的麦子一旦被雨淋湿 就很有可能会发芽 那一年的希望就此破灭了 听到江河这么介绍 我也是心头一软 便跟江河说 等到明天干完地里的活 我们就帮一下小凤吧 等我们再去地里干活的时候 我和江河就带了很多水 还有西瓜之类的 也分给了小凤他们 小凤很害羞 一直不肯要 但他拗不过江河 最后也都接受了 隔天 我们一人拿着一把镰刀 就去上小凤家里面干活 小凤起初是百般拒绝 还说他们姐妹三个人 慢慢地干 也会把庄稼地给收割完了 但江河就说 听天气预报 未来几天可能有雨 如果说现在不能收割完的话 那这些麦子很有可能被淋湿 发霉 掌芽之类的 或许小凤也想使用我的大车吧 在拒绝几次之后 也只好同意了 我们几个人就这么弯着腰 拿着镰刀一点一点地割麦子 小凤就在我的旁边 我们两个说着话 割着麦子 小凤比较害羞 有时候说着说着脸就红了 便低着头 继续割麦子 江河就一直看着我们 那眼神倒是意味深长了 割完麦子 晚上的时候 小凤喊我们到他们家吃饭 但我和江河都拒绝了 因为知道他们家里面比较困难 而且江河还说 他刚刚看到小凤路过村口小卖铺的时候 去买了几瓶啤酒和便淡 在农村干活 喝啤酒 吃便淡是常有的事情 但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困难家庭来说 还是挺奢侈的 所以当时江河就拒绝了他 不让小凤买 他只不过没想到 小凤还是过来请我们吃饭 小凤过于热情 我们并没有拒绝掉 到最后终于还是去了 他家院子很破旧 三间小房子 小凤的妹妹早了就把桌子凳子都摆在院子里面 三妹更是把饭菜已经端在桌子上 小凤母亲在吃饭的时候 多次感谢了我们帮他家割麦子 还帮他们拉了回来 他说如果不是我们帮忙拉麦子 这些庄稼地的活 不知道要干到什么时候呢 我说都是举手之劳 都是邻居 没啥客气的 晚上 我就在江河家住下 因为第二天 还要帮他们把所有的麦子 拉到厂里面进行碾压 然后再封装起来 这件事情才算是结束了 那几天我一直住在江河家 去帮小凤家干活 很多邻居看到之后 也在窃窃私语 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小凤的对象 也有的人说是不是江河在做梅 让我过来帮小凤干活 因为那个时候 我和小凤年龄相仿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每到谈到这话的时候 小凤都很害羞 连连躲了起来 这天下午干完活 我是本来要走的 但江河说 可能晚上要下雨 要不就顺手的是 把小凤家的麦子都挪到粮仓去吧 这样以后下不下雨都无所谓了 我觉得有道理就过去帮忙了 起初小凤还说已经麻烦我几天了 现在就是往屋里抬 不费事的 但江河就说 马上就要下雨 还是赶紧弄到屋里吧 也果不其然 我们正在干的时候 雨就下来了 下得小凤的母亲 赶紧找来塑料布给盖上 我们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往屋里搬 麦子有没有临时我不知道 我知道大家都湿透了一身 雨越下越大 没有停的意思 这个时候小凤的母亲就拿出来 一件衣服让我披上 说别动感冒了 那衣服正好是小凤的 我拒绝和江河打着伞回去了 干完活之后 我就从江河家回来了 继续着我干生意的日子 可是我刚从江河家没回来几天 江河就来到我们家了 我以为他来找我聊天 可没想到他是来给我说媒的 对象就是小凤 江河到我家之后 上来就问我你觉得小凤怎么样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便说小凤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肯干活 人很勤快 也孝顺 对妹妹们也挺好的 做饭也好吃 江河摇摇头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问你 对小凤有感觉吗 我听到这话之后就猛了 什么叫有感觉吗 这是要干什么呢 然而江河也不给我兜圈子了 他就直接说了 他说这几天忙完活之后 就有人去上小凤家说媒 毕竟小凤年龄也到了 可是小凤左不同意又不同意 急到他母亲团团转 到最后就问小凤 到底是怎么想的 谁知道小凤很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一中人了 他母亲慌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没听他说过呀 怎么就忽然间有了一中人呢 便问那个一中人是谁 然后小凤就说 就是前几天开着车来帮忙 收麦子的我 我听到这话之后就猛了 毕竟我和小凤相处的时间 并不是太长 也就是在他们家帮忙割麦子 帮忙拉庄稼 在之前 也就是那一次 因为小凤拉着驾车上坡 实在是上不去 我便和江河两个人 伸手推了一把 其他的也没干什么事情 后来江河也说了 小凤说他当时见到我的时候 感觉我人长得挺高大的 也很魁梧 有当兵人的气质 一看就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人 而且也很乐于助人 他觉得这样的人 以后干农活 或者是在生活中 都是一个不差的人 小凤也没有跟太多的相亲对象 进行沟通了解过 也就那次 见了我之后 便确定了下来 这次来 就是小凤的母亲 托江河来问问我的意思 江河也很明确 他说小凤家情况比较特殊 也一直把小凤当作自己的亲妹妹来对待 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 对小凤有意思的话 那他回去就说通说通 这件事就确定下来 如果说对小凤没意思 那他回去就转告小凤 不要再想了 可以把目标放在其他男生身上 这个时候 我母亲倒是激动了起来 因为我退伍好几年了 也一直没有相亲成功过 母亲替我点了头 说同意 千万个同意 我还一脸猛呢 母亲已经高兴得不行 就这样 在江河的牵线之下 我和小凤又一次单独见面了 这次见面 就是真正的相亲 不再是像之前那样 是帮忙收庄稼了 同年年底 我和小凤结婚了 在婚礼上 江河和我其他的几个战友 都很开心 也喝了很多 我和小凤都敬了江河一杯酒 也谢谢他当时的牵线 然而江河却说 这是我和小凤的缘分 他只是顺势推舟罢了 而小凤呢 他说就是看中了我为人正直 乐于帮忙的品质 结婚之后 我和小凤就开着车走街串巷 同样也是冬天卖霉球 夏天卖西瓜等等之类的 日子虽然说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但也能过得不错 庄稼人能把自己一家人过好就行了 缘分总是这样 在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车子房子票子 只要看对眼了就行 也不管对方家里多穷 结婚就是在一起过日子 只要两个人好 怎么这都行 不过 我们的日子 也还算可以 请不吝点赞